六小灵童被蹭央视福利,其实六小灵童还有这一身份。 说起六小灵童,估计只要看过西游记的人应该都不会陌生,今年近六十岁的六小灵童于近日做了免费体检,或许是对体检结果非常满意,于是发到了网上和粉丝分享。 没成想这一举动让网友们吵翻了,很多网友愤愤不平,六小灵童一年赚这么多钱,怎么还好意思把齐检费的开支挂靠在央视的名下呢? 他这么大的岁数应该早就退休了,这是变相的在蹭央视的福利。 其实,很多人只知道六小灵童是演员、艺术家,而他还有一个身份,就是央视的员工,具体的工作单位是央视旗下的演员剧团,虽然年龄马上就要六十岁了,但还未正式退休,所以他现在依然是央视的员工,如此一来,他享受单位的福利待遇,就是理损应当的事了。